日本九州侯宇災情不斷 首相安倍齊和晚间宣布特定非常灾害 加强搜救行动 而侯宇清洗经济活动 也大受打击 九州部分工厂电子业都中断生产 Teyota、Mazda等汽车工厂也被迫停工 随着暴雨持续东移 日本中部的长野和岐阜也破雨量继续 部分道路因为河川泛滥或涂石流中断 约有4000人成为孤立状态 岐阜県下路市の24時間雨量は 観測市場最大となる414ミリを記録 これは7月平年の1ヶ月分の雨量を超えています 日本気象灵域预测 梅雨封面将会继续滞留到10号左右 西至東日本地区的民众需警戒豪雨及土石流来袭 新唐人员的电视 魏家会综合播放 小百姓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